你记得你前世啊 记得 你没喝孟婆汤啊 对 没有吃孟婆汤 没被发现 没喝孟婆汤又没被发现 对 我过活 对活上岸 没有经过阎王爷的审判 一路就过来了 好 您 据说你一出生就会说话 这事还记在 你们江苏地方的地方剧 清河县志 清河县志还记了这件事 那是怎么回事 你一出生 你说一出生会说话是多小 因为我出生 我说 我的手怎么那么小 那是一出生吗 一出生 一出生你第一天你就会说话 我说 我的手怎么那么小 你说你的手怎么那么小 那地吓坏人 小宝宝一出生 大部分都是嚎啕打哭啊 不会 我会讲话 我一出生就会讲话 三天还会认识一个字 福 有福气的福 司马中原老师 你好 据说你记得你前世啊 记得 你没喝孟婆汤啊 对 没有吃孟婆汤 没被发现 没喝孟婆汤 没喝孟婆汤又没被发现 对 我过活 对活上岸 没有经过阎王爷的审判 一路就过来了 好 您 据说你一出生就会说话 这事还记在 你们江苏地方的地方剧 清河县志 清河县志还记了这件事 对 那是怎么回事 你一出生你说一出生会说话是多小 因为我出生我说 我的手怎么那么小 那是一出生吗 一出生 第一天 第一天你就会说话 我说 我的手怎么那么小 你说你的手怎么 那地吓坏人 小baby一出生 大部分都是嚎啕大哭啊 不会 我会讲话 我一出生就会讲话 三天还会认识一个字 福 有福气的福 那你说你手怎么这么小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投胎变成一个小baby 不知道 你还存在你前世的记忆 对 我前世是一个女生 叫王山姐 王山 姐 姐姐的姐 王山姐 是因为盐河 运盐的河 那个提岸的沙土很松 是 他家里很穷 养了三只小猪 用提岸的那个沙子做猪圈 把猪关在里边 是 一天下大雷雨 把那个猪圈冲破 小猪掉到河里边都厌死了 婆婆就打我 我就上吊死了 我是吊死鬼头的 你上一辈子是吊死 这事你说出来人家相信吗 我出生以后就会讲话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写在地方限制嘛 写在地方限制 那你讲你前世 我的大伯父就说 妖怪要杀掉 我就不敢讲了 过了三天 我认识一个字 就是金边红底的福 有福的福 我就说福 我认识这个字嘛 大伯说 妖怪一定要杀掉 我又不敢讲了 过了九个月 我大伯不在 我才慢慢讲 讲你前世 前世怎么来的 那他们有没有去了解说 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呢 不然他们伤不伤心 有啊 因为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都记得 所有的人都可以 看见我讲话的 那他们有没有去查 过去是不是真的有 有一个 有查 有一个女孩子 父亲就找了一个大的亲女 就骑到那个 那个我说的 出身的地方 结果就找到那一家 找到那一户人家 确实有一个女生 童眼媳妇 还没有园房呢 就是被婆婆骂了 她就死掉了 投胎就到我家了 我还记得 所以真有其人 也真有其事 对 孟婆很凶啊 抓住一个人就惯 孟婆她 我腿一软 就从桌子底下 跑过去了 所以我们是比较乖的 我们都喝了 所以我们都不记得了 结果我没喝 没喝两个 两个差人 抓住我的手 在一个高高的 一个土山的顶上走 走到一个 有瓦房的地方 我心里想 就是这一家吧 她一推 我掉下去 就变成小孩 所以你投胎到 这个无家 就变成小孩了 投胎到你们家 是当时的一个瓦房 一推把你推下去 你就投胎到这个家里去了 据说您太太 曾经梦过你啊 梦过你会出生 对 她三岁的时候 生病要死了 结果有人抓住她 有一个老中医 抓住她说 你不能死 你的另一半出来了 就我比她小三岁嘛 是 我就出来了嘛 我就出来 她就跟我一起 过了将近七十年的 婚姻生活 斯坦中原老师 爸爸带你去乱藏 刚那一次 是不是看到了 许多的 往生日本兵 往生的日本兵 什么兵 我都看到 他们站起来 什么脸 我搁着 搁着她的坟墓 我就知道 她里边 葬的是什么样的军家 什么样的人 我都可以 搁着坟墓 看到她 爸爸 当你到乱藏刚 你搁着坟墓 你就可以看到 埋在里头的人 长什么样子 什么军阶 还是谁 多大年纪 既然是乱藏刚 有些就没有墓碑吧 有墓碑 有墓碑 我也通日本话 会说日本话 所以你就看得到他们 那他们有没有 跟你做什么样的沟通 那些日本兵 他也跟我 鸡里瓜拉 讲日本话 人和过去 你们在办案的时候 束手无策 也会找林梅帮忙 很正常 如果在二三十年前的警察 你没有认识一些 这些公廟里面的 这些住持 还是一些同龄的 那就落策了 那不像手上现在没有 三星手机这种产品的 新兴人类一样 因为警察 他在求助无门的时候 以前的资讯 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通通都是靠 我们周遭的讯息 那周遭的讯息最多的 其实有几个地方 冰冷堂 冰冷滩 或者是说庙宇 那庙宇里面 其实我们以前 有我同事的一个案子 跟我们一起 同小队办的一个案子 他是有一个姓黄的一个先生 早期在松江路 那边有民权东路附近那边 在帮人家算命 那在那边算命的时候 他因为当时也卡到了一个 诈欺的罪和一个性侵的案子 所以他当时被通弃了 就是诈欺跟那个性侵的案子通弃 那通细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 就没得要算命了 从此之后就消失在松江路 那个算命的那个地方去了 那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 有一个女生 这个女孩子就是 曾经是被害人 那这些男人 因为感情的事情 就是说跟他的先生 有感情的事情 然后去 透过朋友 去到了桃园 龟山那边 古山一间神坛 私人的神坛 那私人神坛 他说求这个里面的灵媒 来帮他解决 他跟他先生 那个感情的问题 他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说 看这个林媒 这个K人 这个板淑 这个先生 这个是早期 跟他骗了30万的一个住持 就是当时 他在松江路的时候 他帮人家算命 就骗30万里 所以他是个骗子 那个住持 他是骗子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